我希望我的男朋友有责任有担当 但他一直沉迷在游戏里 都是乱花钱 我怎么劝他 他都不听 我开了一家设计公司 是有稳定收入的 其实在游戏上花的钱并不多 反正他在化成品上 花钱就流水 他平时的生活习惯 我一点也接受不了 出门前总要尽心打扮 还跟女生安闷不清 他平常做模特的时候 总是穿着特别暴露 还有陌生人 送她回家 她却一直都不给我解释 我不想太早结婚 我想去北京打拼一下 可她总是去阻拦我 想要控制我的生活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飘的生活太不稳定了 我想让她留在长春 给她一个安稳的生活 这也错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小林 26岁 来自吉林 个体有请小林 有请 小张 23 小林 23岁 来自吉林模特 来 有请小张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女生要来的是吧 对 要来干嘛 我感觉我俩有点矛盾 而且她跟个孩子似的 到现在 比你还大三岁 还跟个孩子似的 怎么了 说说怎么像孩子 冲突点在哪 就是她比较不务正业 完了之后 每天都在玩游戏 不是吧 你说我俩就干脆 就是打游戏认识的 始终都是一个战队 然后就经常一起玩 经常一起玩 然后莫名其妙的 就是可能时间久了吧 然后就在一起 以游戏而结缘 是这意思吧 对 那你干嘛 说人不务正业 你不也不务正业吗 我有工作 我不经常玩 她除了工作之外 天天打游戏 就跟长礼似的 没有 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吧 可能就是比较特殊 你是啥工作 啥怎么特殊 我是做室内设计的 然后就是忙的时候特别忙 闲的时候特别闲 闲的时候特别闲 闲的没啥事干的 就打游戏呗 那你闲的时候不能陪我说 出去溜溜溜的 或怎么样 天天就在绑游戏 不是我也不是 那你有啥 有美女啊 我也不是妹配 那你说 那要没有美女 我能认识你 他花钱太大手大脚了 那往游戏里一冲 就几百几千多冲 干啥呀 不是那 那咱俩刚刚一起 说我冲钱 不都是给你冲的吗 那你给游戏里的小姑娘 冲钱是怎么回事 没有 那就是经常一起玩嘛 谁输了 给对方买皮肤 或怎么样 你赢过吗 我咋没赢过呢 你是故意输的呀 你赢过吗 那把把都你输 我没把把都输 你拿脚玩的呀 听明白了 但是游戏这件事也算了 平时就是出去 他比我都精致 抹抹这个 抹抹那个 这个要抹 那也要抹 护肉霜 什么枝亚刀 都得带着 还有什么保湿的呀 那我包里都没有 他包里都是 我平时都带这个东西 上他包里拿就可以了 那平时化妆品 你也没上沫海呀 我那是工作需要 你不提这工作 我还不来戏 我觉得最烦的就是你这工作 那天穿的就是特别暴露 然后那个身边总是一群人围着他 有的人会找到要微信啊 然后有的时候拍摄的时候 可能会拉拉车扯的 所以看着特别不舒服 我们怎么就拉拉车 就是拍个照片而已 那你告诉我那天晚上送你 回家那男的是谁 到底那你没跟我来 那是我的同事 那天就是恰巧 你要来接我 但是你来这开车 你也得半个小时 堵车得一个小时 正好那那天下雨了 人正好说那我送你回去吧 就是个顺风车而已 没有别人想太多了 想送怎么都顺道 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过一句话 我说无视现行情非见机道 你也知道这句话啥意思是吧 行人节那天我们几个朋友 约在一起去酒吧出去玩去 这不出去玩不知道 一出去玩吓一跳了 咋了 我们那天正好情节 完了酒吧搞活动 大家会写纸条 抽着哪个呢 就是本人上去去念去 有个小姑娘上台念 说林子瑶我爱你 我听着了 让我面网哪挂 朋友都在呢 我算啥呀这是 那也不是 就是那女的我说实话 真的就我们两个 干脆就是不认识 就是见过几面 我常常这女的就追过我嘛 那你说我也管不了别的嘴 那情人节写的纸条 那纸条不是我写的 我也不会不勒她 我连她微信什么之类 我什么都没有 那你说你得多倒霉呀 那么多东西 怎么就抽到她了呢 你得多衰呀 那不是 怎么就偏偏我在这的时候 那小姑娘是不是不知道我来吧 是不是不知道我在 我哪知道 她值不值得你在呀 她肯定不知道 她值不值得 我也没说 我俩也没有联系方式 没有怎么样 那你说我还能管住别人了 那怎么就能光写你 她倒不写别人呢 那照你那么说 那追你的那些男的呢 谁追我 谁又追我了 没有追我 自从这件事情 我就是心里过不去 我跟她分手了 主持人真的说到这儿 我就想说一下子 你知道她是怎么跟我分手的吗 她就微信给我发了一句话 你见过红色感叹号吗 啥意思啊 然后夸就给我拉黑了 然后你再给她发一些 一对被放举手 啥叫红色感叹号 拉黑 你把她把对方拉黑之后 对方再给你发 他就出现红色感叹号 然后我就说这啥意思 然后我也不懂啊 突然出感叹号 我说咋的被绑架了 那绑架才能刷你微信呢 我担心她 我不知道哪儿去的 然后我去找她妈妈 然后她就说我啊 说那个一直纠缠的母亲 或怎么样 实际上并没有 我就是觉得 就算被绑架了 你算勒索电话 也得打到父母那儿吧 不说这件事还好 天天问我妈 阿姨你干啥呢 阿姨你吃饭了吗 完了问我 我这老人关心不正常吗 以后别跟我妈打电话 然后呢 又追回来了是吧 后来的时候 关系算是缓和一点了吧 因为我受不了就是啥呢 咱俩两个人的事情 不要涉及到父母 因为我妈天天就问我 你俩咋的了 我说没啥事 那她咋天天 怎么这么频繁了呢 老人家也懂 无视线殷勤的 这点事你知道吗 天天说 一天发十个条 你说那谁能收了 啥事啊 多大事啊 那今天到底为什么来呢 因为我感觉她 我不想结婚 她现在想跟我俩结婚 我觉得我俩是在一起 两年了嘛 因为我的收入还是可以的 然后相对吧 比较稳定 所以我说 我说你那个工作 因为她那个工作 我觉得她每天传来 还暴露了 我就看着一帮男的 瞅着我的女朋友 完了 穿 嗯 行 你就觉得要结婚 对 然后因为 结婚就不让她做这事了 对 我就说不让她做这个工作了 我说就是 消消停停的 咱俩啊 结婚 然后 干一点什么 其他的一些小宝贝 然后包括我这边 我公司 也有我的公司做支撑 然后也可以一起做点什么 然后稳定一下嘛 那女生是不愿意结婚 还是说不愿意放弃模特 还是说这两件事 其实你都不愿意干 我都不愿意干 我说实话 我真的不愿意干 前一段时间我跟她说了 我说我想去北京 因为 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 说能深造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 我需要去两年 她说 废得不让我去 说想结婚 我说现在我不想 不想结婚 是到北京学习是吗 对 就是我觉得北漂的人太多了 然后 你就算北漂几十万人 真正漂就累得有几个 所以我不想让她 就是去 第一是去担这个风险 第二我不想让她吃这个苦 我也是为了她好 但是她就是始终觉得说 你不要我从事这个 不要我干这 不要我干那 你到底是想 你到底是想 把她娶回家去呢 做你的妻子呢 还是说你想通过 这样一种方式 其实让她按照你的想法 去生活 也不是想让她 按照我的想法 我的意思就是 我说实话 就是后来我妥协了 就是我说 你做这个可以 但是说我建议你 别去北京那个地方 毕竟的话 北京优秀的人还有很多 还有就是 你在北京的话 我就怕 在那边虽然收入高了 但是花费也高啊 而且她这个 说真实的担心 这实际上就是我 我觉得她这个行业太浮躁 就两年可能发生很多事 怎么就浮躁了 那你也不能说 两年之后会 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吧 万一发生呢 哪那么多万 你万一怎么都在你身上呢 那优手没圆球还进呢 那你还知道啊 行吧 男生其实就是对这个情感 现在有点担心了 对对对 因为女生有一个 可能是想出去闯荡的这么一个心 我觉得她做一个爱好就好 就是没必要说 真的要去北京啊 或怎么样 因为我会去支撑家庭 行 我来问问女生 按照常规的想法 一般都是谈了两年 恋爱差不多了 情感相对比较稳定 我看你们情感 其实虽然吵得很热闹 但是还算稳定 对吧 对 一般不就嫁了吗 我那件事我过不去 就是有小姑娘 在酒吧里说 谁我爱你那件事 你过不去 我怎么知道 它发生什么了 我天天都跟你在一起 我能够好 我能上哪去 我也不知道 所以女生实际上 对她也是不是很放心 对 彼此也都不放心 所以男生现在想的 解决不放心的是结婚 女生觉得这个 其实没用是吧 对 而且我现在不想结婚 我现在 我感觉我太小了 我现在不想结婚 所以道理应该怎么办 老师们你们看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删娜老师 听得挺欢乐的 一直笑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感情 也恰如我们刚才 听整个故事一样 挺玩闹的 对于男孩来说 我觉得你对女生 不管说不满意她的工作 觉得她拍摄照片什么 穿着暴露等等等等 我看到的只有三个字 就是占有欲 就是因为她好像是一个 特别漂亮的洋娃娃 因为她属于我 所以你们没有任何人 有权利去触碰她 而实则你为她付出了什么呢 做了什么呢 我没有看到 其次 来说女生 从你的字里行间 我听到的是 字字句句的嫌弃 就是你压根打心眼 得看不上这男人 更别提结婚了 结婚可不是一个拴住 另外一半的一个方法 或者手段 结婚是水到渠成 甚至结婚是需要 更慎重 更为负责任地 说出这两个字了 如果随随便便 轻易说嫁或娶的那个人 一定对于她 对于对方 都不负责任 所以我希望你们二位 对自己负起责任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许总 女生之所以 她答应要和你结婚 无外乎两个目的 第一呢 她知道你要跟她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又是还没有足够说 爱到想跟你结婚 你这个结婚的目的 无外乎就是阻止她 去奔自己事业的那个道路 因为你觉得 她从事那个事业 有她的优势 同时她也会面临很多困难 但更多的是说 她会认识更多优秀的人 优秀的男人 我是多少我是理解你的 因为我老婆 以前也是磨蹭 你的那种不舒服我也有 我也是不希望 她继续从事那一块事业 幸好那不是她的事业 那是她的兴趣 她在比较我重要 还是兴趣重要的时候 当然选择了我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也说 我说就是 但是 当成一个爱好者 她的情况比我们更复杂 因为那是她的事业 只有让她心甘情愿地觉得 事业和你 她选择你 才有可能去达到你的目的 但你怎么去做 一定不是说拦阻她 去奔向自己的理想 而是说在她背后去支持她 让她觉得 她的事业有你的一部分 是因为你支持她 是因为你支持她 你帮助她 她会觉得 她可能碰壁之后 回来还会有一个安定的 这个臂宝 那就是你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她不会答应你的要求 更不会跟你结婚的 而女孩呢 是个相对独立的女孩 我觉得 但是你们的感情 我觉得没有那么深 既然女孩想去 是北京发展是吧 对 北京 但是你也知道 她真是不愿意让你去 甭管她有什么方式 但是这初衷 至少是她希望 你们俩还在一起 你有考虑她感受吗 你还这么坚持吗 如果你坚持的话 那就现阶段 她就没你的事业重要 所以这份感情 我觉得面临的困难太多了 最大的困难是 来自于你们内部 而不是外部 解决好你们内部的问题 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小事 但是小事背后 可能隐藏的大的困难 你们没有说出来 那是什么 可能你们要到生活当中去体会 然后再做出决定 是选择对方 还是选择走自己的路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来 白老师 你好 我们都知道婚姻的基础 就是尊重和信任 男孩子认为女孩是 如果不用婚姻是守不住的 那么对于你 是不是能够留住她 你有没有这个魅力 你自己是不确定的 我觉得女孩其实已经在现场 给出了一个答案 因为我们看一个人 她最终的一种生活态度 是和她的表达 她的观点 是这种语境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男孩子说 诱惑很大 你两年 这个可能有问题 如果一个女孩 她对于这个感情很坚定 但是她又和自己的个人发展 有冲突的时候 通常人们的说话的方式 是来证明 我不会 你放心 然后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小姑娘是 她从头到尾都没说 我不会 我不会做什么 我不会怎么样 你想多了 你狭隘 你怎么样 不是 她从来都是说的就是 什么 那不一定 对 而且 有守门员也会进球 这都已经有答案了 之所以现在依然还站在这个台上 跟你纠缠 一方面有两年多的情感 这我绝不能否认 但是更重要的是 没有比你更合适和更好的人 出现的还 等着吧 等出现了 所以在她的心目当中 这个女孩子 我觉得小姑娘是有自己 更高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追求 或者定位 而这个生活追求定位 我们不谈论好坏对错 只是可能 她的那片天空 可能比你想象的又大 你可能有点撑不住 而这个女孩 给我的感受就是 你要是 说想骑着驴找马 但最后通常找不着 因为人都是有了退路 就不太有进取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胡老师 你想留住她 想用结婚的方式 你想用结婚的方式 来留住一个女人的心 足以说明你现在 还没有认清楚形式 说明你还自我感觉良好 嗯 她是有点自我感觉良好吗 是 你就是讨厌她自我感觉良好 做个小老板 每天还无所事事 对 打个游戏还搞个暧昧 居然还有个女生说我爱你 而且每天还骚扰我的母亲 满以为我一定会 欢欢喜喜地嫁给她 你太自我感觉良好 你太以为自己在当地 以你的条件 你以为你很有优势 甚至我认为女生想要去北京也好 还在这个台上 对你总是用那种 瞥你一眼的那种眼神 其实就是想杀伤你的自尊教训教训 告诉你别那么自以为是 在你们俩相处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刚才对话的形式当中 其实女生有很多的行为举止 都是要告诉你 告诉男生 请你自重一点照照镜子 别以为老娘真的很想嫁给你 别以为你真的很有优势 这就是沙纳所说的 你有点瞧不起她和嫌弃 我倒不认为是嫌弃 是有一点看不起 但更多的是想教训教训她的子孙 至于结不结婚的问题 我倒认为 倒不是说你太想不想结婚 而是真正正正的 这个男生没有达到 足以让你愿意 进入婚姻殿堂的条件 你且去北京去几个月看看 你分开一阵子 让两个人好好的看看自己 分析一下自己的过往 觉得这事 这种生活有意思没意思 如果分开之后仍然觉得有意思 依然无所事事 回来之后发现她从未改变 你再做选择也没关系 老师这样逆位在一起 你怼我我怼你 然后再开玩笑似的把所有的话题 没有结果的终止 其实你们的感情 永远看不到真正的实质是谁 好吗 谢谢老师 别太自我感觉了 谢谢 好 谢谢陆老师 女生的性格倒是挺招人喜欢的 我说的招人喜欢是哪一部分 就是我独立 我不因为一段婚姻 而束缚住我自己 我觉得挺好就试试呗 去闯荡嘛 男生我其实提醒一点 就是适度玩游戏是游戏 但是如果是不是说 你现在做室内设计 就不需要再学习再提高了 如果你不学习的话 天天游戏的话 也许你很快就会被淘汰掉 因为我觉得室内装修 哪个行业都发展得很快嘛 对吧 学习是很主要的 女生也是一样的 真的觉得就是奔那个事业去的 有那么一个机会就去吧 我常在想就是 好的感情可能能经得住 时间的考验 但是有一些工作机会是时间不等 就是大家怎么去平衡它 你们自己去平衡这个关系 男生也仔细地想一想 男生也仔细地想一想 而且女生那句话 我为什么能特别准确 我一直在等她回答那个问题 她说不一定就变嘛 然后男生的回答说 那万一呢 其实你要听她那段话 所以我想她走 其实她也做好了 可能要跟一段情感告别的 这么一种准备 那你们就时刻准备着呗 我是觉得她们那段情感 真的没有经历过大的波折和坎坷 也许她去北京了 就真的那个情感考验和坎坷来了 你们真的经历一次 你们再来判定 所以我建议你不急着结婚 好不好 什么时候人家愿意嫁了 发自内心的想嫁给你的 说嫁给我吧 太好了 期待和等待 别逼婚 没有意义 好吗 接下来一起计真情60票 嗯 其实吧 就是我觉得 咱俩毕竟也两年了 我就是 嗯 我不反对你的工作 我让你去闯 然后我希望 咱俩以后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吧 就是我也不那么自私 不那么自负了 我尽量去调节我的时间 少大的游戏多陪陪你 但是咱俩现在 就像主持人老师那么说的 咱俩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 嗯 我 我以后 会相信你 我会给你空间 我 我考虑一下吧 请亮灯 呵 六十秒的时间 你们用起来都觉得那么长是吧 平常怼来怼去怼多了 好好说话反倒不会了 谢谢两位的分享 来请回 因为打游戏而结缘 在两年的这个情感生活当中 男女双方对彼此都不是那么的信任 来请关门 而在对彼此不信任的背后 老师们看到的是 这对男女青年其实对自己的信任都不够 换而言之 他们并非像他们表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么自信 我们可以想象出两个并不是那么自信的人 又彼此之间不信任 对一段情感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所以有的时候一段情感出现危机的时候 千万不要急着说 是工作的关系 是游戏的关系 是外力的关系 回头看一看 是不是自己有的最大的关系 请开门 来吧 不想说了 没想说 那就回吧 放他走过 这个 不知道是出于自尊还是什么是真难受啊 那眼泪一下就要下来了 我们给他留一些他自己想要的那个 那叫面子也好 还是他理解的这个尊严也好 这就是一段情感的这个结局和终结 你从好的分析来说 这是一个有底线的女生 因为他的底线就在 来自于我怀疑你了 我听到有人说 有一个另外的女生说 我爱你 因此我可以无限的想象 你对我是不忠诚 所以他选择了一种终止的方式 我们尊重所有人对情感的选择 祝他们彼此找到他们